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 是在2018年去青春有你 好幾百萬人要選一百個人 那天的萬人海雄 那天就拿到了入選通知 對 我想說哇 好大的肯定喔 在準備進節目前的過程 在訓練的時候太平了 開錄的三天前 我已經要斷了 其實嚴格說起來 我都沒覺得自己出牢 因為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代表作 所以我就覺得 自己還不算一個真正出道的藝人 但是如果要說 從第一個節目播出到現在 就飛魚高校生到現在 其實也六年七年了 小時候嘛很天真 就想說藝人就會賺很多錢 然後被很多人看到 然後好像也不難 然後試試看這樣 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 是在2018年去青春有你 好幾百萬人要選一百個人 那天的萬人海雄 每天就拿到的入選動作 對 我想說哇 好大的肯定喔 在準備進節目前的過程 在訓練的時候太平了 我腳用斷 開錄的三天前 我一腳斷 那時候就在醫院裡面盯著我的腳 那我嘗試想要 他動一下 對 就是真的 沒什麼知覺 所以我前面準備了大半年的表演 要在三天內被改變了 對 對 我三天看了一個 五萬變丟的音樂 也不跳 然後整個狀態就都不對了 對 然後我錄完首秀 我就 深情不想退下 因為我太難過 跳不了 站起來 對 他們說 那你要不要就待到第一輪 淘汰制 你就淘汰 好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待了兩個月 什麼時候沒有坐在淘汰 那時候好難過 對啊 就離家這麼久 抱這麼大 期望我從六月期待到年底 我就因為腳斷了 什麼都沒有 我想要休息 想要換一個跑道 結果整整兩年都沒有任何演藝收入 我本來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開難而談的 後來我怎麼樣讓自己的心境轉過來 因為覺得這一些經歷 都是我很棒的養分 就是這麼差的事情 我都已經遇過了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再讓我更難受 我就走出來了 對 然後就變得很樂觀 很開心 就又變回十八歲的樣子 所以你現在全明星 應該也很擔心受傷嗎 就是我之前有過 你腦全力去練習 然後受傷的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現在在全明星 更知道練習 除了身體要有記憶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你腦袋裡要知道你在幹嘛 就是把技巧在腦袋裡順一遍 對 比你莽撞的衝來衝去一百趟 還能有用太多 那現在你錄下來 你會覺得很操嗎 很操 我前天還掉兩滴 然後醫生跟我說 可是皮要過度啊 一直身體發炎 我燒到今天都還願意靠 然後隔天再舉一下 傷痛不能當作成績不好的藉口 因為沒有人管的一些 我一直都慢慢跟他共存 然後他也很爭氣 現在好像越來越不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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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